你寻觅 作词кая定义 作词社团周镢 作词一些情感 念一句花开带细时 少依许执念的词 线年轮身刻了故事 风干与惊逝 线阴落萦绕千词 谈一曲梦中三诗 这一场九年的选择 写一笔编织 悠悠的岁月 和你封一词 月渐渐被光影卷刻三诗 温热的烛火 解开了相思 爱扭转为你诗 悠悠的岁月 和你封一词 许在阑珊只剩出了心事 温热的烛火 解开了相思 爱扭转又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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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甲 接赏 云昭如鸟娘赐给你的 小家 好好收着吧 小家 这支玉镯是我得的赏赐 本事一对 分你一支 你我之间一直都是如此 我不怪你 一切都是命数 你就要去勇言宫里 只希望你平平安安 诸事顺利 生命数 是程序计算好的 我们强求不得 跟这四 或许我们两个人 也是这样的吧 保公公前来所为何事啊 什么公公 我是侍卫 想必你也听闻 这丝质丝的宫女路人甲 被调到永延宫 此女生性调皮 但诚实善良 之前啊 与我颇为投机 作为朋友 我担心她到永延宫出来乍道 做事没分寸 所以还劳烦嬷嬷 多多照应 保公 保公侍卫太客气了 老奴早就听闻 这陆姑娘精于医术 有功于太子殿下 所以才胜任 这永延宫的是要女官的 更何况 又是保税的朋友 那老奴一定会当成自己的朋友对待 那 谢过来 明明一开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从什么时候起 我的心进来真的会为一个NPC牵动 明明知道她是风流才子的人士 那些有意无意的柔情 对于她或许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 可我 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 小顺子 你怎么来了 陆姑娘 对不起了 麻烦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 她去永延宫当差了 殿下放心 我已经塞了好处给永延宫里的嬷嬷 称她是我的朋友 她们一定不会为难小假姑娘的 你倒是机智 如今我请求旧藩被父王驳回 只能委屈她在永延宫待上些时日 太子殿下已向宽以待人 小假姑娘又聪明机智 加上我们暗中赵爷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殿下有所不知 今日有人献给太子殿下一剂护心药方 是十传已久的年寿汤 老臣有幸得见 信中心血呀 孙大人可知 是何人所谓呀 是一位姓璐的姑娘 她之前在工人的残疑考核中 便展现出了医学天赋 这次献上药方 对太子殿下的病也是大有益处呀 大哥若是能得此人是否 病情定有好准 四殿下说得甚是啊 上次太子也提过陆姑娘 给她试药这事 我赶紧去都拜 愿太子殿下早日康复 老老老 如此也好 她本身就对药理感兴趣 也算是随了她的心愿 在能得到大哥的器重 徐当等人定会投鼠激气 伤她不得 这星儿姑娘不也在勇言宫世上吗 看在您的面子上 一定也能好生地照顾好小贾姑娘 你倒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啊 对了 前几日我看了一部做了新品 捐花上的花纹甚是精美 替我挑几个给她送过去 在太子府当差也不能苦了她 殿下 知道您关心小贾姑娘 您也关心关心我啊 我这刚从勇言宫回来 这屁股都没坐热的 你来 我关心关心你啊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 哎 星儿姑娘 小宝 你怎么来这儿了 哦 今日我来是四殿下觅我 找小贾姑娘有一些事 嗯 不知星儿姑娘能否行个方便 帮我换她一下 是那个叫路人甲的吗 嗯 是听说她今日要来勇言公私职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她 这样啊 这是 四殿下要给她的吗 我可以代为转交的 这可 怎么 信不过我 那倒不是 只是四殿下特意嘱咐了 要我亲自教育小贾姑娘 既然她不在 那我先走了 是四殿下信不过我 还是小宝你信不过我 怎么会呢 那有劳星儿姑娘代为转交 一定要告诉小贾姑娘 此物乃四殿下所赠 谢过了 小贾姑娘 怎么在二殿下这儿 二殿下 坐吧 二殿下 您要是找我 招呼我一声便是 何必要如此的心事动众呢 莫非您是介意那日我弄脏了您的衣服 我给您道歉啊 那身衣服 我早就扔了 那莫非是介意我那日烫伤了您 这点小伤合足挂持啊 那 吃了它 这个是什么呀 我让你给我吃下去 你刚才所吃的 叫七日断肠丹 顾名思义 若七天后没有解药 你便会穿肠烂肚而死 二殿下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官僻 如果之前做了惹您生气的事 您就大人大量您饶了我吧 你此次前去永元宫 每日都要把太子的衣食助行给记下 七日之后 你汇报给小顺子 我自会给你解药 殿下 您这是让我当卧底啊 这是我真干不成 我一天就弄下 七天以后 小顺子会在荷花池盼等你 这个冰块完全不听我说话 您就不怕我 出门我就告诉太子 若事情败露了 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我真是服了 我当初虎穴又入蓝口 游戏干脆改名叫恋爱狄龙蝶 可是我 请 你行 好 叢子 殿下 小的回来了 去的不晓 小小姑娘 还没到永元宫 我就把军画 交给馨儿姑娘了 她说 等小小姑娘回来 就交给她 后来 在樱华宫门口我看到 萧萧姑娘被侍卫给架住了 好像是被二殿下给 给什么 给 给什么说下去 给 给请却好 是陆姑娘吧 你可来了 敢问嬷嬷如何称华 老奴姓荣 是这永元宫里 事后的老人了 姓荣 这比电视里的 容嬷嬷和善多了 容嬷嬷好 除了你是隶属于 私药司的室药 另外还有几位分别隶属于 私善 私贞 私质的高阶侍女 以后啊 一同侍奉太子殿下 后面我再应接你们认识 想来吴子欣 应该就是那位室善了 我这个手提发 你是隶属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紧张 别紧张 说不定晚上有这么多小动物出来觅食呢 是贵枝 一定是贵枝 贵枝 你说的是之前那个时让一官 太子殿下阴气太重 桂枝刚当上誓药不久 就莫名横死 说不定 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你可不能这么说殿下 他就不想要了 桂枝就是某次 善业放空后 淹死在了湖里 我的妈呀 你快听 桂枝死得淡满 传说 就是因为他打碎了太医 给太子熬的汤药 第二天天亮 就被人发现淹死在了湖里 就因为打碎了汤药 然后就死了 就是说他死得蹊跷 所以他们都说 你看 你看那个 那个黑影 我 我看见桂枝了 就是桂枝 看来永延宫的差也不好当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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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大人 您怎么会在这儿 来 快起来 来 看着我 看着我 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徐大人你 徐大人 让你建立你 谐大人 本该与皇上夜游的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看来你那个所谓的好朋友 什么都没告诉你 好朋友 什么意思 路人脚 他自进宫已来 接近四皇子与十一皇子骄傲 现在又进了太子府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 能做到的事吗 徐大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次寿宴 原本表演的是他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将你推到前面 如果我先看过去的想法 我需要你帮他 想和你帮他 喜好 我自己帮他 你帮他 你帮他 我先看过去的一句好 太子殿下 时辰到了 该尽药了 我知道了 你就是新来的路人甲吗 难得殿下还记得我的名字 您就喊我小甲吧 小甲姑娘 多谢你救了我的秘密 是殿下扶冤身后 那日是我口出狂言 多谢殿下慈悲救了我的秘密 小甲姑娘 为何今日的药味 跟往日子略有不同啊 这是身松堂 主要治疗七阴两须的症结 是寻常补药 殿下请放心 既然小甲姑娘都这么说了 我便放心一下 殿下 您是否还记得数月前 有一个被罚跑皇宫的宫女 在她精疲力竭时是您救了她 还给她送了一些糕点 太子殿下让你别跑了 还有 这个是殿下赏给你的 多谢多谢 我当然记得 我还知道那个宫女就是你 不必 小甲姑娘年纪轻轻便通晓有灵 真是一个男的的人才 我那日救你 也只是于心不忍 没想到今天 却成就了一份善愿 是殿下谬赞了 从今往后我为殿下施药 一定尽心竭力 大哥 小甲 我来找你们玩了 风风火火的 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发明啊 大哥 十一难得来我这涌颜宫 合着只是来寻小甲的 没有 我是来看大哥 顺便看看小甲 那看来我们十一 以后要是这涌颜宫的常客了 不知道为兄这是该喜呢 还是该忧啊 我来了 陆姑娘 你不会恨我吧 我恨你 而且是特别恨你 你看你给我一个这么大的药丸 连水都不给我 你想叶死我啊 陆姑娘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可没开玩笑 回头呢 你找二殿下要一颗 一模一样的药碗 你陪我一块吃 好啦 这天色于晚 吃不于迟 我把太子殿下 七日之内的膳食汇报给你 你好 回去交叉啊 多谢陆姑娘 兰 一文一无 阿文说过他有一个哥哥 是叫阿妩 阿妩 这才是 这个 吧 啊 客气了 以后呢也承蒙昔儿姑娘 多多照顾了 这个给你 之前四殿下托小宝 给我送来两朵娟花 说是刚出的新花样 如今你我一同办差 理应互相照顾 我就借花献佛 也送给你一朵 就当是见面礼了 那真是多谢昔儿姑娘了 我还有事 先去忙了 此物乃四殿下所责 我已经如实告知了 来人 快来人哪 快点快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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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来人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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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快来人 别吵啊 太医还没来吗 陆姑娘 陆姑娘 好在你来了 快跟我去 太子出事了 让开 让开 我跟你说呀 太子晚上吃饭的时候 还好好的 这突然晚上就 太不够了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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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的 殿下 晓晓 醒醒 小姐 太子殿下 您可算是醒了 急死我了都 我这个身体 大家都知道的 是不是要在鬼门关走上一圈 您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是我负责您 就一定要认真的负责到底 太子殿下您放心 一会儿呢 我会去检查一下 昨天您吃过的药渣 对了 九先生 也麻烦您帮我问一下 殿下昨日的膳食 是如何安排的 是 是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也想过了 殿下您的汤药 是经过了我的手 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那 是否食物和药的成分 相克了呢 待我细细检查一番 定会见分小的 殿下请放心 吴姑娘 九先生 太子昨日的吃食和汤水 可有剩余寻德 回九先生 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通常前一日的吃食 是不会留到下一日的 好吧 你先忙吧 我家殿下寻武为子的事情 还请李大人不要宣扬 小顺乌子 他怎么在这儿啊 李大人请留步 是陆姑娘 陆姑娘已经在永延宫 任职试药了吧 恭喜恭喜 今日不止有何吩咐 我也是刚刚到太子的府邸当职 需要多多熟悉太子令年的药案 所以想来查查药房的记录 这 那好吧 多谢 那我先去忙了 嗯 陈香 五位子 正常入药的话 这量应该没问题啊 混账话 太子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昏厥 定是有人又要害我的育儿 你们去 把太子近身伺候的 都给我查一遍 查仔细些 老奴立刻去办 见过二殿下 大哥现在可好 今早已经醒了 无碍了 秦儿殿下放心 可曾查明原由 这 原由正在查呢 相信不久 就会有结果的 你留心伺候 好 这张冰块脸平日里 喜怒不形于色 但对太子殿下的事 倒是十分上限 真是奇怪 这张冰块脸平日里 你还好吗 还好 还好 谢谢秦 你刚才叫我秦 你这个女人这么轻巧的词子怎么这么轻易就说出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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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殿下您误会了 这个只是我家乡特有的客套话而已 等等 该不会赵臣一从一开始就误会我是个轻条女子 所以这么久以来她才会对我好感全无的吗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啊 二殿下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告退了 路人甲 你真是让人好找啊 跟我走一趟吧 嬷嬷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到太后娘娘那里说吧 参见太后娘娘 路人甲 是 大胆 你个小小的宫女 竟敢谋害太子 奴婢冤枉 就算借奴婢一万个胆子 我也不可能对太子殿下不利啊 那 五味子 你可识得 五味子 识得 千金方有言 五味子 炙热伤元气 口干做渴 汗出不止 或 湿热或行 筋味或质 果然很通药理 那想必 你也很清楚 丹服此药 尚可强心护肝 若是过量加在其他地方 那就是一味毒药 太子 正是错服了此味药才治病危 平日里太子服药可都经你省 你如何逃得了肝心 奴婢冤枉 请太后明察 还敢嘴硬 来人 把她给我带到慎行司 我冤枉 冤枉啊 太后 我冤枉啊 殿下 不好了 不好了 殿下 何事 慌慌张张 成何体的 前天 前天夜里 太子殿下病急 醒来后 消息传到永安宫 太后大怒 说要车查此事 小小姑娘 似有牵连 被慎行司带走了 慎行司 你可查到所为何事 说是 给太子殿下的药中 出了叉治 小小姑娘 负责试药 也又懂医术 太后醒来 第一时间 就怀疑她了 我本以为有员工能保住她 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 那怎么办 来 乖 乖孩子 快别起身 有皇祖母在 别怕 孙儿已然无恙 这点小病 还要劳烦您亲自来一趟 孙儿实在过意不驱 那偷偷在你药里做手脚的人 我已经抓住了 是何人 殿下荣禀 在宫女路人甲的绢花上 验出了五味籽的残留 这五味籽 平时是有强心护肝的功效 但过两加在别的药里 就可以是一味毒药 这路姑娘 先是给殿下送来了护心汤药 得到太医令孙大人的赞赏 而后得到殿下举荐才得以升迁 她又为何要恩将仇报呢 爱妃所言其事 皇祖母 小贾竟有言公侍奉孙儿多日 一向细致如微 尽行尽力 我相信 她不会是恶意加害之人 况且 她若有心加害于我 我上次陷入危乱之时 她又何必殊处相救 或许她的绢花 只是偶然沾染到了药材 你就是太善良了 不愿意将人往坏的地方想 皇祖母 玉儿恳请您 在誓行杀行之前 千不上老萧家 你说 去吧 这五位紫泡水的法子 还真不错 恭喜殿下 终后一夜好眠 对了 大哥病发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探子回报 说太后娘娘派去的人 搜到了证据 是陆姑娘的绢花 什么 陆 陆姑娘如今已经被关进慎刑司了 殿下您看 陆姑娘一直为您做事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嘛 太后娘娘 这女子究竟异欲何为 为何此前救下太子殿下 如今却要加害呢 爱家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只是个替罪羊 这孩子看起来就是良善的 若是真的想害太子 那怎么可能 会留下那么明显的证据 真是不让哀家省心哪 太后 您为何要将那女子打入大牢 幕后之人不放松警惕 又怎能行差踏错 好让哀家抓住把柄 太后应你 爱家情愿这后宫安宁 爱家就做个安享晚年的老婆子 能够寒衣弄孙 可惜呀 有心思的人太多了 这一次都算计到太子头上了 您若是担心 他对太子殿下有二心 像那桂枝一样处理了便是 还是暂时先关注他 待事情调查清楚 再行处置吧 永元宫这五位子的用量 应该没问题 应划过 后来 萧家姑娘陪侍卫 给嫁住了 好像是 为二殿下给 给什么 给请去了 二哥 赵晨耀 老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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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想不到你平时不显山露水 武功还是不错的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何以就能为他的品行担保啊 这些年你不争不强 什么事都往后躲着 如今倒好 为了一个宫女就冲在了前头 怎么就沉不出气呢 传闻大哥是因用药过量 突发病狂 若真是路人家所为 他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不救大哥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选择救了大哥 还请皇祖母明见 其实 这几日太子和太子妃 都来向哀家求过情 担保那路人甲 不会是加害之人 既然 此事尚有可疑 那就再细查查吧 让慎行司放人吧 是 多谢皇祖母 孙儿先行告退 太后娘娘 老奴不明 这路人甲尚有疑点 为何如此轻易就放了他 之前徐大人也说过 此女与四皇子亲近 怕是不会对太子殿下忠心 今日之前 我可能尚有一丝怀疑 怀疑这路人甲 是否受了老四的主使 毒害育儿 现在 我是一丝怀疑都没有 如果真是老四 他恐怕避嫌不及 定不会如此失态 向我求情 太后娘娘 所言在理 而且 你可知 踏入我永安宫之前 老四去了哪里 请您明示 老四居然 亲自去了英华宫 竟然还为路人甲的事 和老二打了起来 我许这老二也牵扯其中啊 原来如此 报 启禀太后 十一皇子求见 皇祖母 皇祖母 孙儿来给皇祖母请安了 不知皇祖母最近身体可好 睡眠可好 胃口可好 好 都好 这是孙儿今天心得的糕点 特意拿来给皇祖母尝尝 宫儿 你若是为那路人甲求情 就不用了 皇祖母 你可千万别杀小甲啊 皇祖母 小甲他罪不至死 你就放了他吧 你可是我最亲最近的皇祖母啊 皇祖母啊 我求求你了皇祖母 哀家已经让人放了他了 皇祖母已经把小甲放了 那 那宣儿赶日再来给皇祖母请安 又是个长不大的 这丫头本是不小啊 这么多人都替他求情 如儿真是个有心之人设计陷害 那哀家就更应该将他 收为育儿所用 情中花 水中月 河上人间诗卷 心思有百传记苍结 带又怨人凌冽 下午天 冬飘雪 一律律炊烟 心思上回到山间 心思上回到山间 让身陷 做清风偷偷亏欠 陈酒一杯 如梦似碎 如酒消灰山海难以约会 所谓风荒与飞 星河下人 星河下坠 星河下坠 不过是我手中的 星河下坠 彼不徘徊 夜空荒与飞 雪 雪 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